英国政府宣布将从这个月22号起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清单 当中就包括了中国国药和科兴这两款新冠疫苗 这也意味着已经完成接种清单中疫苗的旅客在抵达英国的时候无需隔离 卫生部长凯里今天也在推特转发英国政府的这项宣布 英国运输部星期一表示随着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不断的增加 英国正在简化入境政策 英国宣布将中国国药和科兴这两款疫苗 以及印度科瓦辛疫苗添加到用于英国入境旅行的新冠疫苗认可清单中 已经完整接种获批疫苗并取得接种证书的人 无需在出发前和第八天进行核酸检测 抵达英国后也不需要自我隔离 他们只需要在抵达英国后的第二天进行横向流动测试 这项举措生效之后 包括我国阿联酋和印度在内超过135个国家地区的完整接种者都将受惠 另外卫生部下午发文告通报 我国今天新增5403宗新冠确诊病例 理计病例至今攀升到251万6255宗